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了 跟我们说一下 我女人一出生 全身都是长满了黑色的小黑点 背部整片都是黑色的 然后腿上也有像鸡蛋那么大小一块的黑斑 上面还长有很多毛发 就像一种动物一样 医生没说确诊是什么病症吗 具体是什么病我们也不知道 可是在医学上认为是一种癌变 癌就是代表死亡 所以我不知道我女儿还能陪我多久 孩子自己知道吗 他不知道 因为他只知道自己和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 他一出去别人就叫他小怪物 叫他瘦皮女孩 孩子也挺自卑的 有一次我带他出门 在街上 其他的人看着他 就问他 小妹妹你这是长得什么呀 怎么像猴子似的呢 他别人都哭着跑回家 你妹妹躲在家里 对着镜子用剪他剪自己的毛发 就把皮肤给戳破了 再流血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看得特别难受 那今天来向谁告白呢 我今天来是向图老师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告白的 向我们告白这第一次啊 为什么向我们告白 是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一起 为我女儿完成一个梦想 让他在这个舞台上 笑漂亮亮的上一支舞 这个愿望是孩子自己的愿望吗 对 他喜欢跳舞是吧 对 他挺喜欢跳舞的 那现在他是自己想要到这个舞台上来是吗 因为平时我和我老公就挺喜欢看你们这个节目的 有一次我和老公在看电视的时候 开场的时候 姑娘在跳舞 我女儿就跑过来跟我说 妈妈 妈妈妈妈 老公小姐姐好漂亮呀 她怎么那么漂亮呢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我就欺骗她说 我说因为姐姐在电视上跳舞 所以很漂亮 我说 以后如果你站到了 上了电视也一样可以和她一样漂亮 从来以后 我女儿就整天都缠着我说 妈妈妈妈 我什么时候能够上电视啊 妈妈妈妈妈 我什么时候能够变漂亮呀 在家我和我老公都会很无助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告诉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是最终天真 最可爱的天使 希望我们别说是吗 对 那么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帮她实现这个愿望 所以对大家有点要求 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表演者 这是一个很小的小孩 她第一次登台 第一次上镜头 第一次有这么多观众来看她跳舞 而且她身上还长满了 她自己不喜欢的一些黑斑 所以我希望待会儿 小女孩出场的时候呢 我们抱以最热烈的掌声 我们都大家站起来为她欢呼 让她感觉到 有很多人都爱着她 让她感觉到自己的舞姿是最美妙的 希望她的精神状态能够更好一点 能够让她的病痛 更加减轻一点 好吧 对大家有这个要求 但是大家切记 在孩子上来之后 关于她的病痛 我们只字不提 好吗 来 有请大家都站起来 谢谢 好 谢谢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欢迎小雨节 小雨节出生的时候 就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可是从出生就长在身上的黑纸 如今越来越大 最终被医生诊断为疑似癌变 在孤独的童年中 小雨节唯一的梦想就是 飘飘亮亮地站在舞台上 为大家表演一段舞蹈 我们在精心地安排后 期待雨节的到来 可是我们困惑的是 小雨节在梦想实现后 她的自信和生命 如何得以延续 有请大家都站起来 谢谢 好 谢谢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欢迎小雨节 谢谢 欢迎小语杰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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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磊叔叔啊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杭磊吉 你今年几岁了 今年七岁 今天穿这么漂亮 到这来干什么呢 今天我到这来是 跳舞给大家看的 你是不是平时因为身上 长了一些小斑点 所以会觉得平时没有什么 小朋友陪你玩是吗 是吗 那你平时都干什么呢 半肉猫猫 半肉抱抱猫猫做家务 哎呦你都会做家务了 真好 其实我告诉你啊 其实我身上也有这样的斑点 上面也长了猫 但是我比较少而已 他们其实也都有 好多人都有 你这个慢慢慢慢的长大就会越来越少跟我们一样 知道吗 知道了 你见过这么多观众吗 有哭 你让他吧 你让他吧 你见过这么多观众吗 没有 没见过这么多观众啊 除了这些观众之外 那镜头后面还有很多很多人 你周围的朋友们 有没有像你这样 在这么多人面前跳过舞 没有 没有 所以你要好好地珍惜这次机会对吧 对 是吗 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期待看着你的舞蹈 所以你待会儿一定要好好地跳给我们看 好吗 舞蹈的名字叫什么 洗澡歌 洗澡歌 洗澡 为什么要跳洗澡 洗澡舞 因为跳洗澡歌们 让我变得更漂亮 那跳给我们看看好吗 好吧 我们再次地用掌声欢迎他的舞蹈 os f 洗澡 水 洗澡 水 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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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开心 你是最大的 知道吗 你是最漂亮的 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可以让他很开心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值得做的 你以后还会有好多这样的机会 你只要好好地练舞 我们欢迎你每次都过来表演 你说呢 好不好 你好好练好不好 然后学会一些更好的舞蹈 然后再来跳给我们看好吗 好 继续帮妈妈爸爸妈妈干家务 以后如果想要表演自己的舞蹈 给我们打电话 行不行 行 好 不哭了啊 好 给大家谢个幕 会谢幕吗 不 来 我教你啊 我教你谢幕啊 来 谢谢所有的叔叔阿姨 谢谢 我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 我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 我会好好地学习舞蹈 期待有下一次为大家表演的机会 我会好好地学习舞蹈 期待下次的表演机会 所以大家要等我 希望大家要等我 好的 好 谢谢大家 好 跟着妈妈回家 牵着妈妈的手 好酷了吧 我确实没有办法对你这个东西 你失败 你要是不死心的话 你去儿眼所 或者儿童医院 这么多看小孩的 你再去看过去 如果要是没有办法的话 我的建议就挺不错的 好 小雨节在舞台上的笑容和激动的哭泣 让我们有些许的释怀 可是病情并不传染 却遭受不理解 长期生活锋利的雨节 还不知道现在的病性 我们将节目中 关于病情的部分 全部剪辑掉 而把她的表演和大家的鼓励 刻成一张光碟 继往小雨节家中今晚观看 希望看到节目的观众 一起来保守 雨节病情的秘密 让这个命运未至的女孩 多一些快乐 少一些忧愁 而雨节善良朴实的父母 为了给雨节治病 早已清几所有 我们倡导看到节目的热心人士 伸出援助之手 在大家的关爱下 希望雨节可以治愈 已经病变的黑痴 褪去心中的阴影 健康快乐的成长